上位公司协西奠基的董事长黄瑞毅 涉嫌内线交易遭北景约谈 根据了解协西奠基2020年3月期间 决意买回库藏股 并且将股份转让给员工 不过在买回库藏股到众讯发布的禁止交易期间 黄瑞毅透过了亲友等关联账户 预先进场买股扫货 接着又将股票卖给协西 获利了好几百万元 北景指挥调查局 前往到协西公司还有黄瑞毅等人的办公室及住家 一共是有37处来搜索 约谈包括黄瑞毅在内的15人到案 在讯后预支100万元交保